Hello 大家好 这一期呢我们不聊产品 我们来聊聊你的嗅觉 在所有的感官当中 视觉 嗅觉 味觉 听觉和知觉 这其中的嗅觉是在你所有的感官当中 最难以用语言来描绘的 其实你对自己的嗅觉还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 我自己整理了一套方法 可以让你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 快速了解自己的嗅觉 通常我们常见的气味有花香 果香和木香 但有些人只有在闻到那个味道之后 才会发现说 哦 原来我喜欢的是这个气味 或者是哪种香会让你 哦 头晕地旋 市面上有那么多种香水 难道你要每一个都去买回来一个个试吗 有点不大现实 或者说 那我去店里试一下好了 我一次闻很多歌 但是对于初次接触香水的人来 同时闻超过五个味道是已经受不了了 更何况你还要去体会当中的前中后调 对于嗅觉比较浅的人来说 你第一步应该是要了解自己 在你快速感受了各种气味之后 你才能对自己的嗅觉有一个基本的评估 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在买香水的时候也有个明确的目标 快速地去排除那些你会晕的香水 或者是你不喜欢的香水 那然后到下一步境界的阶段 你就要去在你喜欢的这一个大类里面 去找寻更好闻的气味 要更耐闻适合你的日常穿着 那再到高深的阶段 就是你要去体会一些你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 特立独行的味道 它也许是臭的 讲定你也是能够接受 也许有些气味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 哦 原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一套的方法会比较有兴趣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会一步步来分享更多的内容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有什么问题 评论区见